事故人员通过吊车将位于台北市吉林路上这片 萧美琴与许淑华联名的竞选海报拆除 当事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许淑华也在下方全程关注 因为对手检举竞选看板违规 许淑华表示只要是违规违法就依法办理 政治人物更要以身作折 因此尽管距离投票剩不到几天 他仍然决定当天立即雇工进行拆除 可以 我霸气的说 我立即拆除 而且我刚刚早上发现他指控我反布广告的时候 我马上去申请入选 马上通知我厂商 我待会就拆给大家看 我一请他立即就拆除 不要拖到迷接 我觉得一个民意代表要带头做 你就要好好的面对永远 接受错误 好好的承担 好好面对 立即拆除 我觉得他应该也要办得好 许淑华也秀出一张车辆围停的罚单 强调自己绝不会像对手一样当狗仔 会做协助民众解决问题 当民众靠山的民意代表 但是我要宣誓的就是说 只要是违法违规事情 我会一切依法办理 但是我绝对不会当狗仔 到处去检举别人 或者是制造别人的麻烦 那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其实违规事情是小 现在这次的选举 其实弄到每次只要是抹黑造谣 这样的行径不断地 一直在媒体上一直出现 然后呢 我认为说民众也看得非常厌烦 记者张其辰 台北报道